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D社公开了A委霸凌争议当天的对话录 以及启明与米娜的聊天内容 在米娜爆料霸凌之前的2020年4月3号 启明的父亲过世了 4月4号,米娜参加了葬礼 在那个地方启明向米娜道歉 两个人彼此抱着也流泪了 当天晚上,米娜发了短信给启明 姐姐对我说对不起的时候,我瞬间爆哭了 我后悔我没能先靠近你 如果能老实说的话该有多好 姐姐,我也是很对不起,也感谢你 然后,再不要有心疼的事情了 要健康,谢谢你抱了我,姐姐 我爱你,米娜 对不起,也谢谢姐姐 下次也用力抱我吧 那当然,不要病了,米娜 然后是一个月后,5月12号的聊天内容 姐姐,你打电话了吗? 嗯,嗯,突然想到你就打电话了 不好意思,姐姐,没能接电话 最近一直都很累 那一天谁的电话都没接 好的,米娜 下周或者是下下周什么时候方便呢? 下下周比较好 米娜,很疲累吗? 嗯,姐姐,最近都不在状态中 然后在两个月后的2020年7月3号 米娜突然上传了举及几名的爆料文 而几名则回应了小说 以下是A位成员们与米娜的对话录 我也是有话要说所以才会来的 但是你说的那些部分我想要道歉 真的不记得吗? 所以我想要全部道歉 我真的不记得 今天是为了解开误会而来的 做错的我会承认的 哇,我有打你吗? 嗯,我好像只推过你 不是,用拳头打过 看来是记性不好 姐姐不是想要来解开误会的吧 看到这个吗? 我左手便已经裂开了 为什么那样了呢? 对不起 为什么那样? 为什么那样? 我真的很纳闷 姐姐你不记得对我做了什么吗? 做了那些事怎么能不记得呢? 有刀吗? 不要那样 就是要我死吧 够了,你是来道歉的就好好道歉 在干什么? 我道歉 你说一句道歉就可以结束了 都是因为我,所以我退出吧 你中间这样退出的话能解决吗? 我走了,对不起大家 米娜也对不起 等一下,大家先镇定一下 给我了那么多伤痛却不记得 对不起,我的记性只是这样 真的对不起 不原谅我也没关系 我真的是为了道歉来的 给了那么多痛苦却不记得 在我的立场,我是以队长的立场对你 有对我好吗? 只是希望能走更好的路 我希望你们全部 没想到那些指责对你造成了伤痛 为了走好的路 所以说身材怎么样,长得怎么样吗? 我没有说过那些话 我因为你得了忧郁症 结果来到不好的路上了 能听懂吗? 对不起,姐姐好像是因为小小的事情欺负你了 每天每天都有欺负 记得吗? 我每天每天都欺负了你 嗯,我每天都有吃药 你病的时候 到最后都陪你的人是我 你也不记得吗? 我记得 但是你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是因为你,我才病的 是吗? 我真的没想到 你为什么讨厌我 我没有讨厌你 米娜看着成员们 故意针对我了不是吗? 我们不能帮任何一个人说话 孩子们很难开口 然后急命 你现在走的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米娜说有委屈的地方 你就安静的听 你是姐姐啊 我听吧 然后我们在这次争议之前 也见了几次面不是吗? 以后不也要见面吗? 就听一听 啊,我当时好像是做错了 对不起 这样就好了 对不起 但是尽管草恶的苦口婆心 米娜还是针对几命的记性 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 打的人不记得 被打的人不会忘 我退出AOA吧 不要退出 不,我退出吧 几命 你现在退出也不能解决什么 大家会因为我受害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的行程真的是非常多 可能是在你最敏感的时候 对米娜发了一些脾气 或者是米娜敏感的时候 觉得你在发脾气 不就是这样吗? 几命 米娜也对我说过 姐姐,你太敏感了 让我很累 我当时真的觉得对不起她 所以对于那个部分道歉就好了 我那个时候好像是有点敏感了 年纪又小 做了很多坏行为 对不起 我如果能交出违约金的话 早就出去了 在变成疯子之前 对于你遭到的所有事情 姐姐很对不起你 但是你说不记得 所以我很纳闷 我会记住的 你不会记得的 然后黑江也开始说话了 我也是跟米娜听过一些事情 但是现在不记得 现在因为你们两个 对不起 对不起 米娜 你也要道歉 我跟成员们道歉 但是不需要跟几命姐姐道歉 对 不需要向我道歉 不可以那样 我真的对不起大家 我只是想让AOA变得更好 我知道 瞎掰的 我们也要听听几命姐姐的立场 你跟男生做爱了 是为了让团体更好吗? 现在这两天 好像是给了你们很多困扰 对于那个部分 真的想说对不起 不会 我们没关系 我们能理解 所以才会跟你继续在一个团队 但是因为你不记得米娜不能消气 所以姐姐你先记起来后道歉吧 都不记得怎么能跟我道歉 人是可以思考的啊 喂 都说了想不起来啊 姐姐可能是太突然太慌张 我都变成了疯子 我因为你也快要变成疯子了 变成疯子试试 米娜 启明可能是真的不记得 现在也一直在道歉啊 但是姐姐刚进来的时候 你们也看到了吧 我以为是要来打架呢 一开始不知道详情 所以可能是半心半疑的进来的 我能理解你们 但是你们真的以我来回一天看看 好的 我接受道歉了 接受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姐姐我也对不起 我突然失去控制了 对不起 我说了不是吗 都做错了 对不起都对不起 所以请你们从我家出去 我接受道歉了 可以了吧 米娜 我快要疯了 这样我们怎么能走呢 姐姐也知道 我过去也是非常敏感过 对不起你们 不管怎么样 这样说出来的话会好点的 对 是好点了 也有不好的地方 以后我会努力的 还能怎么样呢 曹亮你不要再哭了 嗯 好的 姐姐如果抱着冤恨生活的话 对姐姐的心里会是一个损失 最后 错对成员们说了 那个时期 因为是杀人般的行程 所以我们都没有能回顾的时间 但是我当时对你说什么 你也是常常不听 嗯 对 每次都挡住耳朵 所以我当时就想 啊 这个孩子很不听话 所以就放弃了 但是几名说的话 你都会听 所以几名以为自己的方式 对了 其实那也不是正确的方式 我会努力提起精神 大家也来到我家了 也道歉了 也哭了 最辛苦的事曹亮 也道歉了 不是吗 不会不会 脸变更小了 行程还是很多吗 嗯 在拍戏 不要再上传IG了 知道了吗 那当然 我想到我以前疯狂上传的 就会感到很丢脸 你以后也会觉得丢脸的 已经觉得丢脸了 在成员们到米娜家道歉之后 几名上传了道歉文表示 有流泪向米娜道歉 自己是部族的队长 本来以为正义就这样 会告一段落 结果米娜又上传了爆料文说 几名带男人来宿舍 所有成员们都是站几名那一边 就这样 几名退出了演艺圈 对于米娜的爆料 也没有再回应 结果米娜从2020年11月 到今年5月份 单方面的给几名 发送了很多短信 看了都不回信 看来过得很好啊 什么时候才要真心道歉呢 姐姐 你不是知道我家在哪里 要不然我过去 几名 看到了就回复吧 生气了吗 来揍我啊 你是人吗 你是杀人魔 只要我活着或者是你活着 我就要报仇 我绝对不会忘记 你对我说的话 一定要报仇 等着吧 Samory Jackson Samory Jackson是黑粉们 嘲笑几名 长下的时候会说的话 你动错人了 新吉敏的胆子跑哪去了呢 不来跟我单挑吗 来吧 你这妓女 你妈也没有罪恶感吗 别人家的女儿 因为自己的女儿都这样了 喂 吉敏 你妈是不舒服吗 快接我的联络吧 反正迟早要碰面的 之后到最近 米娜对吉敏的攻击 现在也在进行中 最后 D社也公开了 米娜对经纪人们耍大拍 经纪人工作人员们 在群聊里苦诉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小段 工作人员们 拜托你们能不能尽全力来工作 不要大概大概 我们也要问演员的经纪人 所以有点为难 姐姐 昨天说不就好了 为什么现在才说 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我为什么要跟你听这些话 就好像老师跟学生说话一样 我因为你哭了 对不起 真的太傻眼了 让你买点饭 买点可乐就累了 来建国大学后 也没说那些话 对不起啊 让你去买饭 可以了吗 姐姐 你是觉得为我工作很辛苦吧 要说这些话的话 明天开始就不要接我的工作了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 看这些内容的话 启明已经道歉过了 成员们也尽力了 邱阿已经退团了 还这么努力 米娜自己也说 接受道歉了会努力 结果又再继续爆料 之后还给几名发送那些短信 真的是大反转 邱阿真的是菩萨 竟然是有了这样的反转 真的很抱歉 一直以来误会了A位成员们 哇 真的 读米娜部分的时候 我快要得精神病了 尤其是几名退团后 单方面发送给几名的短信 真的好可怕 其实在低设爆料之前 米娜也没说出一次 自己被几名怎么欺负了 没有提高 一直用无干紧要的私生活 来模糊焦点 每当自己做错事 就召回其名 因为太常改口 所以米娜说的话 可以用米娜自己的话来反驳 所以说 绝对不能只听一边的主张 来判断任何事情 在低设的爆料没过多久 米娜马上上传了立场文 因为内容有点长 所以就给大家 简单的整理一下重点 我看到了低设的新闻之后 给记者写了信 也留下了联络方式 我也想说一下我的立场 我知道那个经纪人是谁 也记得那件事情 这些录音应该就是 FNC的组长 或者是姐姐那边的人提供的 希望能公开所有录音 我跟工作人员的对话 也是不要剪掉前后全部公开 只是看这个新闻的话 好像是姐姐跟我道歉了 一百多次一样 如果有CCTV的话 请公开所有影片 要不然我到现在说的 都会变成谎话 而且一定会有人趁机攻击我 最后米娜表示 我也想要听着使用IG 我也认知到我的行为有错误 想要好好反省接受治疗 努力要成为一个开朗的人 但是这次真的很伤心 真心的感到要崩溃了 就算不能解除误会 也是想要说出来对不起 他做错的欺负别人的 就说是有理由 自己被欺负了 就说全部都是对方的错误 赶紧从被害妄想争走出来吧 所以在立场网也没有说出 滴舍的爆料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只是一个劲的再说 公开所有录音公开CCTV 而且单方面发送 短信骂起命的部分 怎么不解释呢 所以说都是事实了 你的这种行为才叫霸凌吧 对于滴舍公开的这些内容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